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想介绍一个全新的Condo Project 它是位于Downtown的市中心 你看到身后这张照片 它在这个云层上面 即是说它是非常之高的 它亦是一个最高的Passive House Tower Passive House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所有去建的材料 整个process 甚至是之后的用途 它所有东西都是很省电很省能源 所以它叫Passive House 即是所有它建计 从计划 工程度 去到之后住 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省能源的 所以它可以叫做Passive House 亦都是其中一个最高的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Vancouver 它的地位其实是在整个Downtown的市中心 所以Fifteen Minute Walk的一个radius 它整个Downtown都能够遮到 它是一个非常之市中心的位置 它的名字叫做Curve 因为它的建设设计 你会看到 稍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模特儿 它是有很特别的形状 是很Wavy的 我可以带大家去看看这个建设设计 你看到这里就是整座建设计的样子 你看到它是Wavy Line 所以叫Curve 然后它令我的独特之处就是 它这些Belcony 你会看到它是好像平时那些 但是其实它不是在里面extend出去 它是整个Belcony弄好 再安上去 这样令到里面室内的空气 不会那么容易流走在外面 这样就可以去保障它的能源所用 就不会经常有很多冷的气 就会走进去 那你就要开大一些热烤 它整个设计是做到很细心的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它的window全部都会是 自动调校一个叫做tinted的玻璃 如果太光的时候 它是会暗了整个玻璃 它就令到里面的房子不会很热 所以它就不会开大冷气 又可以省回能源 所以它整个建设是有很多位置 去考虑如何去节省能源 另外一个特别之处就是 因为它的Curve的设计 所以你看到它有很多大小 每一个unit就算是同一个floor plan 可能高一层或低一层 它的尺寸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你会有独特的支柱 而且它是一个passive house 它现在的售价点 你可以叫做 Wonengoa是第一个 这么高的passive house 你就可以拥有 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建设 因为除了它是passive house以外 它所有的用料都是非常漂亮的 它这个sell center 就有个kitchen 还有一个bathroom 待会可以展示给大家 除了它用料是比较好的之外 它另外一个卖点 就是它有一个roof top 在60楼的一个amenity 是有两层的 所以就算你是买中层 或者不是那么高 看不到什么景 其实你可以随时上去的amenity 去看它那个非常漂亮的view 那么那个amenity是什么样子 其实它都有做到 因为它的amenity是比较多的 所以它做了一个model 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那来到你这边 就是它的amenity的model 你会看到它是有两层的 其实你会看到 上面有一些sitting area 有个bbq楼 你可以跟朋友来吃饭 而楼下呢 楼下那里就是有个gym 你可以做跑步那些的 然后过来这边就是有个guass suite 它这个guass suite就很好 因为它是拥有这个慕敌美景的 那你的客人来可以租住这个guass suite 在旁边那个就有个area 给大家去喝酒 聊聊聊天的 那中间也有个酒柜 你可以放你的酒在那里 那即如果你有朋友来 就可以方便一些去招呼他们 虽然这个unit里面也有酒柜 但是这样就更加方便了 去到另外一边的corner 其实呢 上面那一层呢 就是一个bar的area 你看到它有个bartender 就是中间有人帮你们去调酒的 亦都可以跟朋友在那里聊聊天 坐在那里 你会看到它有个望远镜 因为它到时就会很高 所以就很漂亮的 那楼下那里就是一个reading area 你可以在那里读一下书 或者做一下东西 那去到另外这边corner 这个corner上面那层呢 就是一个hot tub 那你想一下你在那里浸的时候 看着外面的景 是非常捨异的 然后楼下那一层呢 就是一个game room 有一些pool table 一些玩游戏的table在那里玩 然后再转过来 就是一个golf simulation的地方 你可以在那里打golf的 然后呢 那通常的amenity都不少得了 有spa的 有sana 然后有changing room 有个浴室 这样 去到最后一个这边 其实就是一个 好像一个聊天 area 又是又上 楼下就是做yoga的地方 所以它的amenity 都算是多东西的 亦都有个景色 你上到来之后就很舒服了 和大家过去完这个roof top amenity 之后呢 我可以快乐介绍他的developer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想了解一下 那么大型的project 后面一个developer是什么的 那么呢 他在这里有个简介的 就是他这间公司的developer 其实他源于是Montreal 他2000年已经开始去做这个 这个realization的development 那么他也都有award winning的record 他做很多luxurious condo 和commercial building 那么他现在的组织 他其实是想去尽量去 improve他那个architectural quality 还有最主要是他的passive house 他想make sure 那个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是非常好的 那么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设计for kitchen 和他的洗手间的 那么before他去看这个kitchen之前呢 那么我就不如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座building 在down town 和周边的环境 那么他有个model很好的 那么就是他这一座building 你会见到最高的了 residential building 那么他就是西面就是望着海 东面都可以看到海的 然后呢 他这个很漂亮的 他可以做到一早早去到黄昏 晚上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景 一早早 现在就是 这个是下午 那就开始黄昏了 然后呢 去到晚上 10点 这样 那你就会看到他整个 这个building的感觉了 好 那我们可以现在去kitchen那边 看一下他的finishing 那你首先呢 那你首先呢 看到这个kitchen呢 他就有个长形的island 那他这些质地呢 其实是marble 是很漂亮的 你摸下去很滑的 和平时的quartz是不同的 那他前面也有位 可以给你摆bar chair 有个电键 你可以在那里做电脑 可以插一下家电也都可以的 另外他后面呢 其实也有很多轨昂 可以展示的 那他到这里呢 其实是整个kitchen 那他就放了一个智能系统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单位 或者所有的unit 都会有这个pad 在这里 其实他用途呢 是除了你可以看到 到楼下conceage的人 他有很多功能 你可以说召喚电梯上来都可以的 就是他这个 不是那么普通的 亮灯色灯 他还有很多其他功能的 然后呢 去到这边呢 你就会看到 他的冰箱 是的 他的冰箱是用milla的 这样就够闊了 这里 那你都可以看到 它是叫做Hidden 所以所有东西 你看到的颜色是比较统一 那他这边的cabinet 就是用木色去做 那他也有不同颜色的 可以选择 也有不同的材料 不过他现在正在展示 这个是比较好的 也都可以看到 那个Back Splash 他也是一部分去做的 那所以所有东西都是 就是你想想在one piece 就是贵一点 以及容易清洁的 那这个 这些柜呢 你都看到它全包了 那便会更耐用 然后这里的厚度 亦都很足够 就是他用的材料 不会是差 以及整个kitchen 那些cabinetry 或者其他东西 都在意大利做的 那他这边呢 就会用了Mila的induction cooktop 就是四个爐头 然后呢 刚才说了这边的island 那里呢 这边有很多位置去放东西 你会看到 他有了这些分隔位的 那他也有他的设计 你看到那些是斜 而且很厚的 就是用的材料 你会知道它是比起其他 是more luxurious 可以这样说 对 你看到他有了这些 divider 在那里了 然后呢 这边就是一个焗爐 和微波爐 然后旁边也有这个 你可以放下其他东西 所以现在这个单位 就是 应该是比较大单位的kitchen 但是你可以做个reference 就是它的application 和它的用料 和色彩模式 是怎样的 一会可以展示给大家 看看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材料 另外呢 我想展示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 这里有个衣柜的 它的衣柜 就是 它的想法就是 就是说不想设置死了一个位置 去被人掛衣服 所以它设计到这个 是每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有些孔 喜欢哪一格去做一个 即是板 然后呢 它有了这些电锅 在后面的 所以 全部你再加 你都可以有这个灯 你就可以自己去adjust 不同的位置 adjust到你适合用的位置 这些是一个 ad-on 就是房间里面的closet 那我们呢 现在可以去看一看它的洗手间 因为它的洗手间 那个设计也是很漂亮的 那你进到这里 可能第一样你留意到 就是它所有的tile 是固定了整个洗手间 不是只是shower 或者那里 它连旁边这些 它全部固定了上顶 你的感觉是好像在酒店一样 即是 它用足料 和它的料都是好的 所以你会看到 它这里 它就用了金色边的 亦都是襯托它 它的luxury condo的概念 然后呢 它就有个ranged hour head 在这里 然后有个fasa 在这里搅水 然后你会看到 它有一个double sink 两块镜 以为是枕镜 又不是的 它又有个medicine cabinet 在里面 真的很hidden 但是你看下去 每一块很大的东西都凸了出来 也有灯在旁边 又是金色 它所有这些都是用colar的 colar的金色去衬塘 下面有些位置放东西 然后洗手间 在这边 它只是展示给你看 整个的 即是 即是 连这边旁边 都不是dry wall 又有的了 它是固定的 你会看到真的 这个还要是secondary bathroom 来的 master bedroom entree 它都没有做出来 但已经是这样的level 所以你可以知道 master bedroom 应该是更加美的 那现在介绍完这个bathroom之后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colar scheme 因为它的colar scheme有不同 之前说过 它这个是kitchen countertop 你会看到颜色和刚才的showroom不同 摸下去其实都没有那么滑 这一款是普通的 然后这一款也是dark color scheme 你会看到 这个就像刚才那一款 对了 它的颜色和质地 所以有不同的选择 这些colar scheme看完 就知道它有不同的材料 亦都价钱可能有些不同 因为如果你想选择好些 就要去upgrade 所以你也是随你喜好 你想用哪一款质地 你就可以去选择 大家刚才已经看过Curve这个model 它的秘密 以及kitchen和bathroom的finishing之后 可以再跟大家 summarize一下这个project 它是位于Downtown Vancouver 在一个非常中心的地方 所以它的walking distance 所有五分钟或十分钟 都差不多遮蓋了整个Downtown 它这个建筑 之前也说过 它是一个暂时来说 最高的passive tower passive tower 意思是它由设计 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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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之后用下去 它都是尽量折省能源 去确保能力 所以它叫做passive house 因为它所有东西都是 想着是最省能源的 这就对这个世界的环保 会非常好 Home Type 它的unit 其实是有one plus flex 至到三个bedroom plus flex 然后它的价钱 其实现在one bedroom plus flex 是range from 530尺 至到600多尺 它的starting price 接近100万 它两房加flex 是720尺开始 starting price 差不多185万 三房加flex 就是1154尺 starting price 差不多330万 它的成交日 会是在Spring 2029年 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然后它的deposit structure 会只是15%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随时WhatsApp我 我再给大家更多 细节的资料 所以如果有什么兴趣 立刻WhatsApp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点赞 分享出去给有需要的朋友 最重要是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我将来的影片 你就会收到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次的影片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